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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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这套房产适用于自住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将来要出售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另外一项税 就是资本增值税 capital gains 如果这套房产增值到90万美元 这个时候侄子要出售房子 那么减去30万的购房成本 就有60万美元要缴纳资本增值税 2.无偿转让的房企转名 所谓无偿转让就是房屋赠予 如果想要办理无偿转让 手续上要比有偿转让简单很多 做无偿转让一般情况 只要去两次律师楼就可以完成了 第一次带着自己的有效 ID和社会保险号 让律师准备一份房产赠予的法律文书 第二次 赠予人在房企赠予文档上签字 然后赠予双方在交易税单上签字 就可以完成了 无偿转让所产生的费用 也远低于房屋交易的过户费 不到1000美金就可以完成 主要就是160美金产权登记费 以及律师费 由于赠予的房产没有交易 因此也没有办法购买产权保险 一旦产权出现问题 也只能赔偿原屋主 从税务方面来说 没有交易税 资本增值税 也从原屋主购买之日的价格计算 这种无偿转让 虽然手续简单 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老年人福利 现在很多老年人 想要申请政府的一些福利 比如Medicate 但因为对收入有要求 很多老年人担心 如果自己有房产会影响申请Medicate 所以把房产转让给子女 但是他们不清楚 即便是转让了 有一些情况下 五年内还是不能申请Medicate 并不是转让就能马上申请 这个是他们必须注意的 二 将个人房产转到自己公司名下 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个人房产转移到自己公司名下 事实上就是自己转给自己 但是需要注意 这套房产的持有人 必须和公司持有人一致 三 为欠款临时过户 有些人因为有欠款 而临时将自己的房产过户给他人 然而无偿转让是没有办法购买产权保险的 保险的赔偿方还是原屋主 所以一旦原屋主有欠款 这笔欠款除了跟着人走 也会跟着房子走 被赠与方只要卖房子 还是要偿还欠款 不然房产的产权也是有问题的 三 是否可以把房产转给未成年的孩子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但实际操作上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以后所有涉及到对这个房子的处置 比如像出售 重新贷款等 都需要这个屋主签字 未成年人签字没有法律效力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套 很复杂的向法院申请的手续 所以一般来说 不建议放未成年人的名字在房契里 四 在房契中加上我孩子的名字 需要通知贷款银行吗 这个是需要的 因为在向银行做贷款文件的时候 签署的那些贷款的文件 要向银行确定屋主是谁 如果以后有变更 必须要通知银行 这时银行会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要求你把贷款还掉 如果你没有能力一下子还清贷款 银行就会让你去做一个重新贷款 在做重新贷款的时候 同时做这个屋主改名的手续 这时就可以加上孩子的名字了 5.以下情况不需要房契改名 已婚夫妇共同持有房产 如果其中一个配偶过世 则无需从房契中删除该配偶的姓名 在需要出售或抵押这套房产时 只需在新房契中注明另一方配偶 已故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结婚 一般也不需要将房契上的姓名更改为已婚姓名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